超过200万穆斯林齐聚沙夫地阿拉伯圣城麦加朝景 第一天在大清真市正中央的卡巴天房 逆时针绕齐圈 场面相当壮观 能够来参与这场盛会 是许多穆斯林最大心愿 一生中至少必须朝景一次 即使是身杖人士也不会轻易错过 今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严重的伊波拉疫情 因此当地民众被禁止入境 而每一个来参加的人 都带着无比虔诚的信念 来自冲突地区的信徒 都期盼自己的心愿能够有实现的一天 尸利亚内战八年 最近政府军对反抗失利 在东北部的最后据点 发动好几轮猛烈攻击 造成严重伤亡 而在阿尔及利亚 民众要求政府改革 走上街头迈入第25州 前来朝圣的阿尔及利亚信徒 也心系国内情况 今年这场宗教盛事 适逢波斯湾局势紧张升高 身为主办国 沙奥地阿拉伯希望 能降低政治敏感性 让五天活动顺利进行 大海信有女方编译